各位粉丝嘛 我是修手机的一个 找一个修手机没毛病啊 这是一个明朗期间粉丝机 有Google 微脑 ACE啊 然后换你一张外屏的啊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屏幕 摔得爆碎啊 这个硬气够好啊 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那个内屏还没坏啊 然后后盖剥裂也是坏的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纯严重的外屏更换啊 我们看一下这是原装外屏的质量啊 我们先测试一下质量啊 鸡腿测试 这个如果是不是纯严重的啊 不是严重的随便敲一下 一分五累就碎掉了啊 这就是我们家原装外屏的质量啊 要换你就换严重的 压死啊 使用的话就不容易摔坏啊 要不然很容易碎的 你普通的一压到都会碎啊 睡觉啊 什么药匙 什么装在一个包包里压到就碎了啊 好 然后他还他这个还有后盖摇换啊 后盖也坏了啊 那接下来准备开始更换 好经过我一个小时的拯救啊 然后这个 OPPO Reno ACE啊 换严重外屏完美搞定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 严重外屏的效果啊 就是好 舒服感也非常好 然后保留了盐装内屏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先看一下他这个 之前碎的太厉害了啊 这个手机我拆的费劲啊 他这个摔成这个听客户粉丝 从四楼掉下来啊 都没有把内屏摔坏啊 不幸的 因为这个内屏贵600 Ace的内屏啊 这个我还是修过好几个手机 OPPO的啊 就是摔了手机痘的变形之前啊 然后内屏都没坏 还是质量还是可以的 你们觉得OPPO怎么样质量啊 我这个是保留延长内屏啊 换了外屏啊 外屏虽然尽量保留原厂内屏啊 不要去换什么总成啊什么的 价格又高又换比较好的啊 然后后改也换了 他这个之前后改也碎 所有的碎 前后都碎啊 后改也换的完美啊 马上你给老老铁发货 等待老铁签售啊 关注热热 需要休息这绝交威